为了感谢相关单位对太平洋纵谷马拉松的支持 华林市长魏嘉贤9号下午特别前往限定三级古籍庆修院颁发感谢状 给金管单位 齐角酸休闲文化事业社执行长陈毅正 而对于今年赛事将庆修院融入完赛奖牌 陈毅正已表示相当荣幸 表示非常支持运动结合观光的活动 吉安乡庆修院保留了完整的日式风格试院 为华林限定三级古籍 每到假日总是能吸引到不少游客前往拍照打卡 体验着浓浓的异国风情 而这独特美景在今年也融入了太平洋纵谷马拉松的完赛奖牌 其实我们每年都非常支持我们华林市的这样子的运动活动 那当然今年因为这次的奖牌 特别设计在我们吉安庆修院 对那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幸 那也期许我们这个活动 当然就是年年可以继续再办下去 庆修院一样会年年的来支持这个活动 为了感谢庆修院的经管单位 对华林市公所办理活动的支持 华林市长威嘉贤9号下午也特别颁发感谢壮 给七角栓休闲文化事业社执行长陈奕正 那庆修院我们知道是花莲很有名的一个地点 也是全国非常知名的一个等于宗教圣地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地方都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了解 那我们希望结合运动观光的产业的部分 可以带来更多的朋友了解花莲爱上花莲 那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的推动各项的运动赛事 那也希望各项运动赛事也能够跟产业来做相关的联合跟合作 未来可以鱼帮水水帮鱼 那更希望每一个产业在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 能够促销之后也能够带动景区的一个消费力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共同受贿 市长威嘉贤表示 花莲市公所结合运动观光推动产业发展 吸引更多人来到花莲爱上花莲 而未来也会持续推动各项运动赛事 希望有更多公望业者及民产业界的支持 大家一起吸收将花莲打造成为运动观光城市 记者徐立琴 吉安湘报导